海地总统莫伊兹7月7号凌晨被刺杀身亡之后 在当地时间23号在家乡海地角举行国葬 仪式进行期间 莫伊兹的支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 传出僵生和浓烈的催泪弹气味 仪式还一度被迫暂停 出席葬礼的美国和联合国官员更被迫提前离开 海地已故总统莫伊兹的丧礼当地时间23号 在北部城市海地角举行 早前在刺杀行动中身受重伤的第一夫人马蒂娜 在美国结束治疗后回到海地送丈夫最后一程 至此时她直接向凶手喊话说 不会因此退缩 国葬现场肃穆庄严 场外却枪声连连 莫伊兹的支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 燃烧中的轮胎和报废的汽车发出呛笔的烟雾 场面一片混乱 走!走! 我们在近面 走!走! 我们在近面 走来走 走走 还好呢? 还好 但又我又不能忘记得这 transported 窗外局势不明朗 吓坏了出席桑里的各国政要 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率领的美国代表团 也提早离开海地避免受到牵连 截至目前为止 官方还没有发布任何伤网消息 人口超过1100万的海地 近年来政治局势混乱 党派斗争不断 桑里外的骚动 更反映出遇刺案背后 深层的社会分歧 莫伊兹遇害后 海地警方逮捕了26名嫌犯 包括18名哥伦比亚前军人 但暗杀行动的幕后黑手和动机 依然是个谜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